好 剛剛我們看到了 車子再多厲害 我們來透過厲害的輪胎 輪胎的選擇 有機會我們再幫大家做更細節的分析 接下來這台車我們看看就好 因為真的買不到全球限量 不過Horriga在台灣就這麼一台 它已經名車有主了 可以近距離看它真的很high 因為它當年就是賽車手開的這台車 獲了當年的極速 所以值得致敬一下下 這是哪一台車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是 勞斯萊斯的Blackpage The Race Len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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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ng Coffee Tea Or Finger Food Maybe Some Wine Lenspeed Lenspeed 或是不要你啊 今天這個場子呢我覺得 啼花的加EST 你知道英文加EST是什麼意思嗎 EST 就是最高級啦 這一個盤子是我跟旁邊的那個 外匯小姐姐借的真正的盤子 在這個地方 趕快靠近看過來 上面有特殊圖騰喔 而且它不能碰 如果要碰的話 我要請勞斯萊斯的官方人員來幫我們 然後呢這個打開來啊 它是一個大概這麼大的tray 它是一個 另外可以當作托盤用 Coffee Tea Nami 突然就上升喔 就是這一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在看車子之前呢 要特別隆重介紹它 因為今天這台車是厲害 全球只有35台 台灣卻得到一台喔 你看有多厲害 全球上百個經銷商台灣拿到一台 這是車主車喔 這台車叫Black Badge的Race Land Speed 證明喔 它正確的名稱叫這樣 那這個車主呢 我感謝他把車子來跟我 看一眼 感謝他把車子拿來跟我們分享 讓我們可以好好近距離看到 但是當然不能碰它 因為是車主的車子 但是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選配了一個 我這輩子很難想像的 高級的Bespoke的訂製酒櫃 搞半天這是酒櫃喔 遠遠看以為這個可以烤肉 因為最主要 車主訂製這個酒櫃 它可以把這一整個酒櫃 放到市場裡面去 所以說它 這是我要的生活 對 當這個酒櫃 如果收納起來之後呢 整個收進去 它就可以收進去 跟行李箱的空間大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經過車經過 它只可以帶著這個東西走 因為勞斯萊斯的話 又有看到看Global全世界 對 這種限量車的時候 很多的車主就會 再多花一些預算 然後在車上 選一些客製化的配備 我們就趕快來趁機會來看看它 因為它要配上勞斯萊斯 要能夠上得了車 它自己本身也要夠尊貴 第一個來看看 這個地方叫做香檳的家 香檳就專門 這個可以保冰保冷喔 不是只是放香檳而已 到時候收納起來就進去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有個櫃 但是眼睛看進來 哇 高級的四個杯子在這裡 我怎麼覺得這個杯子 應該喝威士忌比較對喔 這是微杯 但是微杯沒有錯 所以這邊也可以放威士忌 也是可以放威士忌 看車主自己的喜好 這是可以做調整的 對 那這個空缺的地方呢 你以為它沒事對不對 它挺忙的 它裡面要放什麼呢 這個內行的 像蘭尼克老司機就知道 那個雪茄 就是用這一個來裝 對 因為雪茄你不是像一般人 真正有在平雪茄的人 市場對一些濕度溫度的控制 很要求的 看到這邊雪茄不是一格 只有好幾格 好幾格 好幾格就表示 它看它是要抽這麼長的雪茄 還是你要抽短雪茄 重點是它會跟人家分享 那它們這一種能量跟人家分享 是不能調提的 所以說很多保存的方法 就會很講究 也就是今天我開著我的 Black Badge Race的 Lessby 名字好長的 好 看著它出去 我訂製了這個 Special的酒櫃 我一到目的地之後呢 欸 管家 去幫我把我的酒櫃拿出來 不好意思喔 你是家裡的管家 不是只放車上擺著好看的 它拿起來是有功用的 一打開來就是一個華麗組合 我們可以悠哉悠哉的 我們現在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揚傘幫我們遮著 然後我們在這裡來一個雪茄 那這個地方呢 LIDAR 勞斯萊斯出的LIDAR 叫LIDAR突然間露掉 勞斯萊斯的高級打火機 打火機 然後還有雪茄機 雪茄機 上面就是勞斯萊斯的LOGO 平雪茄的時候 會需要用到的工具 它這邊基本上都把它設計在一起 妥妥的放穩穩的 不能夠晃 上面坐得這樣 真的是感覺像精品 看到它們的生活的時候 真的跟一般的生活 所以它們的習慣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們講究的一些細節的點 確實不是我們喜歡的 對 那最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剛剛就有點小小的慫 因為它就放了兩個 很漂亮的勞斯萊斯LOGO 兩個圓形的 然後我說哇 這是杯墊嗎 會不會太高級了 那個就是這個雪茄 收納盒 這間廠的WORDING 實在是非常的絲滑般的形容 它那個上面的木 還不是一般的木 精密的工藝設計 細膩的手工 這是奢華的呈現 裡面上面是有 鋁製的拋光底盤 再來是它的頂級的皮革包裹 然後墓室的那個托盤 還跟環境女神要相得益彰 所以呢 兵主同歡的同時呢 告訴人家說 這就是勞斯萊斯等級的下午雪茄聚會 下午香檳酒夜 Anyway 反正就是一個很不同方向 那其實只要你買勞斯萊斯 都可以選配這個啦 你要搭配是不是像是 車主你想搭配都可以 對對對 像你搭配 但接下來這台車 就真的是 我們要好好的看清楚 因為就是全世界35台 台灣竟然得到一台 我想也後面很難再有了 這一台車你有沒有覺得它 這一種黑再帶點淡淡的藍 在陽光灑下來 你會覺得銀色變藍色 有一種像天空中池塵的那種感覺 它真的就是限量車啦 因為我們應該一切了一切 應該要從最早的 Land Speed的一個賽車手說起對不對 那個 喬治先生 當年那個Jose Elkhard的話 他就是那個年代 很多都是飛官 飛官來參加Land Speed Record 會在美國遊他之後 在鹽湖上面做這個速度紀錄 那在198 39月16號的時候 他就架了他的這個速度機器 在第三次的四毛的時候 放下了最高的速度紀錄 那因為他的賽車呢 是裝了兩具 老四來自的引擎 引擎除了一件紀錄車用之外 就是飛機在水流 對 所以說在那個年代呢 就是老四來自除了坐滑滑車之外 就知道在坐性能車 這方面也是非常的厲害 對就是這位喬治先生呢 他是一個傳奇賽車手 那他過去表現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E4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也從軍了嘛 所以開飛機的這個概念 然後到後面他持續研發設計車款 所以呢 這有點像當年的他致敬 這個故事致敬 那他當時的那個 傳奇車型 Thunderbolt 就是兩台勞斯萊斯的R型 超級增壓37升V12 航空引擎提供他動力 當時的8輪 然後7輪 那全部都是Lenspeed 這個Wording的來源 對Lenspeed 因為那時候的賽車都是非常長的 非常長的 然後8個輪子 像壁牌 8輪喔 8輪 然後車手要嘛就要說 最前面 要嘛就最後面 那他那台Thunderbolt 的話是在最前面 正台車是一色 那只有在最後面 有英國文餐 所以我們現在就好好來欣賞一下 這一台囉 所以難怪特別的有收藏意義 這個黑我覺得搭配得很好看 但我第一次看到他也配這麼黑 也好像 因為這就是Brand Bay族的一個特色 他的歡淨女神都會把它變成 對 媽媽 歐媽媽 你怎麼講歐媽媽突然有點不好聽 有點像是打火機變賴打的感覺 對 歡淨女神在勞斯萊斯裡面 其實有一個指標性 歡淨女神事實上 也不是說你想要把它換成你的 所以就可以換成你的 對 真的很像我們去歐洲看到 那古建築的那種藝術品耶 他做到 他的黑是整個就是像藝術品雕塑的感覺 很多細節 這個勞斯萊斯整個實在連眼鏡 人觀性女神事實上有很多種的款式 標準的勞斯萊斯的話就是杜克的 那如果你要再選的話 你可能可以選琉璃 對 就是做一些不同的選擇 那黑色也是他的限量的話 我選出這個Brand Bay的一個特色 對 而且他的植布很好看 就是勞斯萊斯的第一眼 你會認出他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柳一濤斯萊斯還有一個尖心 他的前面這個水箱護罩 你在每一個角度看上去的話 每一個角度都是垂直就不如 不管是在Race還是在他們 其他的車款上面都有做這樣的一個 水箱罩上面 他也只有做一個熏黑的一個型號 全部都熏黑了很好看 一體性 這叫鑽石黑 搭配這個藍 這個叫做是 普納維爾藍跟鑽石黑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這個黃呢就是因為 像當時那個賽車精神致敬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黃色 我第一眼看到那個黃配在一起 因為勞斯萊斯在我心中 是那種奢華質感的 已經到EST了 來高中英文複習一下 EST就是最高級 對不對 就已經是最高級的致敬了 但是你會覺得那個黃配在一起有點怪 可是這樣看實稱又還蠻好看的 有點活潑的感覺 對 會跳出來 你看喔 在輪圈上面 他也是有做黑色的跑氣窗式 但是他一樣有收了一個黃色的一點點 對 那這是勞斯萊斯的LOGO在這 然後旁邊是黃 然後他的這個複雜度我覺得挺高的 就是到時候要洗車也是有點 洗車不是老闆的事情 對對對 交給管家處理 管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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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還有這個合作的師傅 然後側面呢 我覺得因為他的線條蠻好看的啦 我覺得為什麼值得我們來看 因為後面也沒有辦法看到Race了齁 就是算是FINAL了 FINAL的FINAL又是這麼限量的 對 所以值得大家看 對 然後這個背景地方也是要看一下齁 它叫做老斯萊斯 然後門呢一樣是這樣打開的 對一樣是這種從前面開的這種的 你比較少看到活潑成這樣的老斯萊斯 因為以前我看到的真的都是老闆的車 他就是會比較規矩一點點 不是黑就是合 對 但是因為Race產品特性的關係 他年輕 Race的車主大部分都是比較年輕 甚至多數是車主自駕車的 自駕車比較多 所以說他們Race的這個 不管是外觀的顏色或內裝的選擇上面 會比一般的Ghost 或者是Beta還來的鮮豔跳躍一點 對 而且就我這個發揮天蠍座的偵探精神 就我了解車主年紀 跟咱們倆差不多呢 大 原來是這樣子啊 那我們在幹嘛呢 我們真的回去要檢討一下 努力存錢的 而且我告訴你 這車主還不只一台老斯萊斯呢 OK 我們到底在幹嘛 但是跟他致敬 我們繼續努力 但是我覺得因為Race身上 可以看到更多年輕元素 所以它再加上這種賽車元素 你會覺得你看慌 慌 不能碰到慌 然後這裡是這種 不一樣的顏色的點綴 這個皮質上面又縫 這是縫的喔 這是縫的 那個也是像那一位 就要致敬的 對 像喬治先生致敬 像喬治致敬 因為那是他當年1983年的 到這個速度紀錄冠軍的勳章 那個獎牌的那個斷帶 喔 當時的斷帶的樣貌 那樣貌所以說他把它 把它給還原 讓大家看到 就做一個致敬 而且你看喔 只有在駕駛座有 副駕券就沒有 喔 開車的人 就是那個賽車精神 真的要知道當年的歷史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看過去 它還有一個淡藍 透亮的藍 蠻好看的 Eveny的那種 對 有點Late Tiffany 那靠近一點看 我們當然不能上去啦 這個門檻這裡 當然會看到Race Land Speed 這個重點 那這一次其實 如果你看Logo的話 你會發現 勞斯萊斯因為在全球的 這個CIA的調整之下 Race跟上面那個 無線那個那種藍色 Race就是藍啦 Race藍 不是尼克藍 這個哏到還要用幾次 只要藍都跟你有關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